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静如比较有辨识度的角色 确实梳着类似的短发 脸型也跟照片里的女子有点相近 但问题是 人家去年年底刚官宣结婚 感情很稳定 没过多久游静如和她的工作人员就纷纷上线 来了一波集中澄清 比如游静如现在的发型是长发 绝对不是偶遇图里的短发 游静如本尊也撇清关系 证据很充分 她此时正在宁波 不可能跑到北京趋压马路 这边她刚刚发完成清 那边又就地录了个在宁波酒店隔离的视频 力证自己真的不在被网友拍到偶遇图的北京 网友感叹 姐连头都没洗就拍视频 看来确实很急 截止到昨天 关于女方的具体身份还没有个确切的定论 但第二次偶遇时的图片很清晰 足够网友进行失入侦查了 两点确定一线 两个特征足以确认一个人 大家很快锁定了新对象 说这位女士是另一位演员 李小峰她10月份发过的视频里 帽子和裤子上的扎带都和偶遇图里一模一样 短发特征也符合 而且她身高174厘米 跟刘凯威的178厘米相仿 确实能达到偶遇图里的那个效果 还有神通广大的网友挖到她社交平台 也发了近山寺的风景照 种种线索都对上了 已经没悬念了 李小峰比刘凯威小八岁 今年刚过不惑之年 她是从女主持身份转型当地演员 早年间算是安徽卫视的小花旦之一 她主持过的超级月八点 美丽俏佳人 今夜女人帮 大家应该都挺熟的 后来她转型做了演员 在一些不错的制作里做做配角 比如芳华 安居 失恋33天等等等等 比较巧合的是 她也参演了杨幂主演的《爱的二八定律》 在戏里演的还是杨幂的嫂子 只能说娱乐圈确实是个圈 太小了 谁和谁都容易有关联 还有看热闹不嫌失大的网友 去当事人的评论区起哄 但归根结底 这点交集倒也不能说明什么 李小峰的感情经历跟刘凯威有点相似 之前都结束过一段婚姻 2010年 她和富商王冲闪婚 婚礼现场有不少演艺圈的熟面孔 比如 何炯 沈灵 廖帆 汪小飞 这其中有些事是女方工作上的旧事 有的则是南方的精缺人脉 王冲是北京的生意人 跟王中磊 童华涛 汪小飞 文章等人都交情匪浅 回看李小峰参演的剧集 也有不少童华涛的作品 想必南方对她事业的转型多少有些助推效用 两人在结婚那年生有一子 但自从2017年之后 夫妻就不再互动了 没过多久就传出了婚变的消息 离婚后李小峰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短发干练且动铭 总之男女双方都未婚 发展发展感情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的顽梗 倒是折射了大家对南方长久以来的态度 比如 既然确定了两人之间存在新恋情 那刘凯薇父亲之前的回应就很突兀 之前 刘丹在媒体面前表明过立场 说她相信刘凯薇不会说谎 新恋情应该并不属实 感觉这个回应里也存在不少孤隆 因为刘凯薇从未正面回应过这个瓜 不知道是不是记者传错话了 无论如何 网友都早已习惯 也早已厌烦老爷子 对他儿子私生活的发言了 所以 这次刘丹一开口 大家就毫不留情地列出了《妈宝介》三大名著 明为向太说 张岚否认 刘丹称没办法 刘丹老爷子78岁了还有戏眼 而且通告不少 可能比他儿子还多 容易被媒体带到人 所以但凡他儿子有个什么绯闻 他总是先被媒体质询的那一个 由于比较疼孩子 他也没少讲小糯米的事 顺带给儿子立立人设 自然也就因此挨骂了 相较于往年来说 刘凯薇今年事业也算遇见新奇迹了 他参加节目的状态还不错 可惜不交好运 一句话总结他的节目旅程就是 不断送走队友 直到送走自己网友对他的评价 也都停留在他过往那段婚姻里 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上 那段关系里一直努力树立男主外 事业新的倾向 所以有了些相当具有争议性的发言 现在的他倒不会说这种话 在节目中里很慎言 不太敢面对镜头 选组的重要环节里还会犯射恐 不会主动展示攻击性 总之太温吞了 乃至于找不到什么争议的点 只能说他回到了他的本态吧 刘凯薇本来就是一个顺风顺水 被身边的人托举起来的人 儒雅有余 冲金不足 虽然闯荡演艺圈是他自己的想法 但《职业生涯》里第一部戏《真情》 也是被父亲推举过去的 演技方面倒是略显摆烂 他自己也深知不太够用 但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赶 直到十年过后他离开TVB的时候 收获也并不多 积蓄几近于零 然后他生命中的贵人出现了 给他引荐了内地的契约资源 介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